大家好,欢迎收听 这里有爱新世纳的《易得台洋》和社长Raymond Wong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Jackman说不骂政府,哪有选票 昨天有候选人宣传单 第一句骂政府只有港字,不帮青年人发展 我看你这张传单,我确实不逗你 其实投票这件事说开吧 投票怎样选要投哪个好呢 老实说很简单,我的看法很简单 激进的人一票都没有给他们 如何判断哪些人是激进呢 看他网上声大大的人 就一定是激进人来的 很容易找的 凡是激进的,一票都不能给他们 就这么简单 你在YouTube打他的名字 看看那个人,原来他这么多视频 为什么呢?说了很多东西 那这些人你不要给他票了 这个我最粗浅的选择方法 最粗浅的选择方法 其实可以听他说什么 你听他说 咦?原来他这么极端,那么激进吗? 这么极端,那么激进 你投给他,你自己想想 你之后会怎样 如果让他在议会那里说些一样的东西 有时就说秦敏之是黄 有时就说麦当劳是黄 那些人你还投给他 麦当劳要抵制,抵制香港的麦当劳是没用的 我们要把他搞上大陆 让内地也抵制麦当劳 维他奶油说要抵制人 是的,金拱门的 金拱门是中信的 大哥,你说什么?央企抵制 哦,如果这样说 你是不是某程度上犯了国安法呢? 其实真的要看一看 要手势一下 一个很简单的口号就是 网上声大大,一定没放埋 嫖头激进派,香港被换埋 就是这样 好,再说两次 下次要录音才抬上这句话 这几句口号,你口号化 再说一次一袋 网上声大大,一定没放埋 嫖头激进派,香港被换埋 哈哈哈哈 Kokimi自己戴了黄色眼镜 看什么都黄,思想黄色的人 看什么都是黄色的 哈哈哈哈 真可憐 建制激进派 说真的,我是一定不支持他们的 不是叫别人不要投他们 你可以选择的,没所谓 自己是自己选择的 自己选择 自己选择,投票是自己选择的 不过你想想那些 泛民的激进友 或者他们叫自己不是泛民的 因为他们那些激进友都不叫自己 是建制派的 他们认为建制派拍摄他 这三个字 他说我是建设派 建设派 他说漏了 他是有破坏,没有建设派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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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rance F就说 我们很坦白说 这些情况 我们是理解的 为什么会说到那么激进 因为这么激进是吸到选民的 但是,就是这么说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现在的选举制度 你这样搞的话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现在的选举制度 其实就是要 射弃了那帮最极端的人 因为其实 过去20年 你看到激进极端的人 对香港的社会造成什么损害 现在是时候修补这个情况 其实大家应该用起码 我觉得10至20年的时间 支持特区政府 让特区政府做事顺一点 因为现在的问题就是 特区政府做很多事都是事倍功半的 不是特区政府做事的那些人无能 而是拿什么政策出来 很多人都先骂了 你先骂了 之后 就很难再有效施政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说真的 香港没有媒体是会害怕特区政府的 香港这个第四权是很厉害的 这个第四权是可以压迫到一个政府的 不是监察政府这么简单 它是压迫政府的 Ada Lee 说声大格没准 有些人声大格没准 有些人声大格没准 是的 而且声大格没准 而且他先骂了 什么都是 他说 我踢陈肇始一脚 陈肇始才懂得抗疫 是的 这样说也行 是的 这么说 深水宝刀棍说 20年香港已经变成三线城市 这是要说的 如果你不去支持特区政府做应该做的事 香港十年内就会变成三线城市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现在不是 现在香港还是一线城市 但是 如果真是爱惜香港这个地方 你是应该支持特区政府的 不是 好像某些人出来狂骂特区政府 那些人就说 哦 你们盲撑特区政府而已 啊 你们是黄扮男的 分化男型啊 喂大哥 什么叫分化 你们有帮人狂骂特区政府的 我就不支持你们狂骂特区政府 那我怎么会分化你 这些叫分化 这些分化理论是什么呢 就是芒果佬黄毓民 以前是最喜欢在他的阵营用的 只要有不同意见 就是分化 是鬼 这套东西何志光带了去蓝营 现在蓝营用得出神入化 是清出于蓝的 是清出于蓝的 是啊 大件事 现在变成蓝出于蓝 蓝出于蓝 变成蓝了 现在他们是黄家蓝变蓝 就是清出于蓝 他们是 是啊 这些人是青色的 是啊 所以很大件事 Ben Tonny都不同 Carol Chow 说 清出于蓝 清出于蓝 清山出于蓝 和出于蓝 谁要去 入青山 入青山 哈哈哈哈 佐藤就说 捉鬼论 他们最喜欢 就是说这些捉鬼论 这是最限争的捉鬼论 捉鬼论以前 如果要捉鬼 是啊 如果要捉鬼 如果要捉鬼的话 其实要捉鬼 当然捉鬼 跟政府说的东西 不一样的人 是不是 跟政府说的东西 不一样的 那些才是鬼 是不是这样说 CFF就说 社长 说你们分化不一定大声的 有些音声小气的 是啊 用滚女康来说话 那些人 滚到女儿肚子大了 然后就说 哎 不是我的肚子 你快点下了它 不要妨礙住 一脚伸开它 是这样的 那些人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滚女康 滚女康 低级SELS康 是的 之后 就是出了事 就一脚伸开你 就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那么Richard 蛇庆中就说 野猪分两种模式 啡黑色肉味好酥 黄啡色很好吃 多年前 我这个真的不懂 夹杀过一只 太残忍了 以后都不会去暴猎 愚户处人道的 安乐死合理 嗯 那也是的 那就是这样说 现在你看到他们那些人 都要骂一下政府 没办法 什么议题 总之有得骂政府 就骂了 想到Freder Wong 他们说 帮政府说话才是鬼 哦 这个逻辑真是好 这个真是好逻辑 这个真是好逻辑 这个真是极度有逻辑 这些真是好逻辑 真是好逻辑 反政府说话才是鬼 你没病啊 哈哈 他们那些人 就是说真的 他们偶然就会说 我们都不要分颜色了 其实实际上不是 我都说 他们从来都叫人 不要分颜色 你现在一个一个 就来舔 对不对 早就叫你们不要分颜色 但不是 他们越说越激 越说越刺激 不断地宣扬反政府的信息 还有适当的时候 你们这些方向 不支持蓝营 我为什么要支持蓝营 我支持政府 你们狂闹政府 我为什么要支持你 那些傻傻 不如你支持一下政府 不要 你们骂了政府这么久 为什么不道歉 乱参骂林郑月娥 骂了一年多两年三年 为什么不道歉 说话 从来没有道歉 不停地骂 他是靠骂 骂政府换取网上的声势 他以为换取网上声势 就真的可以转化成选票 能不能够成功呢 就好看今次的选举结果 最简单的 我个人最简单的选举投票方针就是 要认清哪些是激进派 如果他是激进派 一票都没有给他们 就这么简单 很容易 其实社会要回复正常一些 你是要多些支持政府的施政 其实有意见可以提出 你好像 我不是帮陈建波卖广告 这个不是竞选广告 保险界还有其他候选人 但是他那种 我不是叫大家投他 现在要先说清楚 他那个界别有其他候选人 我待会再补回 现在要说他 你要先看看他的态度 要学习一下那种态度 叫别人把意见 有条理地表达出来 这样就是我自己觉得 是比较好的做法 社会需要多一些这类型的议员 我自己的看法 当然 他会有其他 包括那些候选人 保险界 我现在的清单 还没看清楚 我自己的看法 要多一些类似波哥的人 现在台阳读一下留言 我现在要先补回 台阳读一下留言 因为我要补回 他们的界别有什么候选人 要不然我怕会有违法的风险 好啊 你读一下留言 博威英 或者是极端黄人的远对抗 无论政府做什么 一律反对 搞破坏 你知 依失不可回 只有 长时间现实冲击才 令他们改变 极端黄人 无论什么论 都来搞对抗 但现在 极端黄人已经 不见了 散了 但极端 男人都不少 那里才麻烦 所以我呼吁大家 一票都不可以给这些激进派 激进派 是破坏了社会很多年 他可以 反中国 他可以 反共产党 亦同时 亦可以 扮爱国 扮爱港 但是 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反政府 反特区政府 好有趣 空卫斯就说 某一些极端的人 在十一九年 在他们心目中是 立了公的 中央也无办法 只能安抚他们一下 这类极端人 立过大公的极端人 他又不是真的 去到像黑暴那样 做些犯法的事情 但他就不停地 踩街 在不同的议题上 不停地批评政府 他们的做法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这些人被他加入了政府 会不会造成破坏 我相信一定会 因为他本身就不支持这个政府 就选了他进去 选了他进去 建制中 除了搞破坏 我不知道可以做到什么了 现在要说回 这个保险界 除了陈建波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都是陈生 我不认识他 只能这么说 他叫做陈赵南 他们都是在这个保险界 那里 就是 投选人 我们没有偏向性 要公道一点去说 我只是 比较配复波叔 那个为人 以及他那种做事的方法 你在议会的视频 可以看得到 他那种表达方式 正正是香港 现在需要的 类型的议员 你可以看看 那些YouTube Channel 有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 如果像他那样说话 我觉得就可以支持 只能够这样说 如果说的话 是很极端的 这些没QA 这些浪费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节目时间到这里 好吗? 就这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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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